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回向到实地从菩萨位一直到无上菩提之道 成佛的心路历程是怎样的 这个时候法会菩萨就说了 说佛子菩萨莫菩萨修梵恒时应于始法而为所缘 做意观察 所以我们一再强调修行修行 其实第一个找对方向 第二个是找对方法 因为佛陀所关心的是一切众生的生老病史的问题 那生老病史离不开我们的身心 离开我们的身心 所以我们下午先讲 为什么佛陀会以观察身心 作为我们修行的一个方向以及方法 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我们自己的身心 那么身有身的病 心有心的病 那身的病是因为这个地水火风 四大不调 而四大为什么不调呢 是饮食不调 生活不调 心情不调 所以有生病 有身体的病 生理上的疾病 那还有心理上的毛病 就是贪生吃 贪生吃的毛病 那我们想修行修行的话呢 就先了解我们的身心 身口意 那身口意呢 不是远在天边 就近在眼前 不是近在眼前 是近在我们当下 身心的运作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 所以我说学佛 学佛呢 就是以人为本的修行方法 人为本 以人为本 那我们先讲到我们的身心 第一个 要有它的生存空间 所谓生存空间 就是我们刚才所说过的 阳光 空气 水 食物 阳光 空气 水 最基本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个 财色 明食 睡 财色 明食 睡 你有基本的经济生活 才能维持生命 财 那以我们欲界众生来讲 是有男女的欲望 财色 适当的就能够传宗接待 一代一代的生命的这样出现 财色 那这个明呢 也是我们众生 凡夫众生 所追求的 财色 明食 食是天天都要吃的 财色 明食 然后白天工作累了 晚上休息 所以睡眠是最好的营养 知道吗 睡眠是最好的修养 最好的医药 最好的医药就是晚上好好的睡觉 请问各位 你们晚上几点睡觉啊 打那个电脑 看那个电视 看到十二点 一点两点 这个不正常 知道吗 不是不正常 九点半到十点 如果你睡觉的话呢 你是懂得养生 年轻不养生 年老养什么 养医生 所以要背 这句话要背 下次考试会考到 年轻不养生 年老养医生 年老养医生 所以今天那个下午那个 马佛清会的那个以前的主席 副主席啊 还有方福宝祭师跟我们一起吃饭呢 我就好好的整顿他们一下 怎么整顿呢 告诉他怎么吃饭 这个饭啊 干干的 还要加黑芝麻粉 还要加那个椰子油 野人吃的油啊 是吧 椰子油 是吧 还有那个麻油 就这样子就吃了 菜也不要吃 慢慢咬 咬一百二十下 咬到那个口水啊 唾液的都出来了 然后吞的时候呢 吞到喉咙知道在喉咙 吞到胸部知道在胸部 吞到胃知道在胸部 吞到胃知道在胃 你内心里面的烦恼这么细 跟这么抽象 你就不用察觉 所以要先学会吃饭 知道吧 学会吃饭 然后饭吃完呢 你再去吃菜 然后呢 又不能喝汤 不能吃汤 那么这个叫做会吃饭的人 你会吃饭的话呢 你的白病消除 百分之九十八以上的毛病啊 就这样子 你要减肥 它可以减肥 你想增胖也可以增胖 很奇怪 这个东西就是不发钱的 佛陀说自医植 法医植 墨医医植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就是最好的医生 每一个人都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你自己哪里病 哪里痛 哪里酸 哪里药 腰酸 背痛 哪里不舒服 你最清楚了 你不要再去照相 照X光 照超音波 不用 这些病都是你吃进去的 病从口入 那我们就要先学会吃饭 从吃饭当中 第一个 察觉它的感觉 感受 吃到东西 甜的 吃到甜的 酸的 吃到酸 辣的 吃到辣的 这个味道是很干的 吃起来很舒服的 知道 吞进去了 开始吞了 要知道说 我开始要吞了 我吞到喉咙 我吞到这个胸部 我吞到这个胃了 这个时候 这个胃开始就消化了 事实上 胃很轻松了 已经在口腔消化了 口腔已经消化80%了 所以你吞进去 肚子不会沾 肚子不会难过 也是不会胃病 所以这个是 我们学佛呢 就是从日常生活当中 去感觉这种感受 那从这感受当中 我们会发现到一个问题 好的感受 产生贪爱 恋着 执着 贪爱 不好的感受呢 你会产生称恨 你会产生称恨 嗯 这个东西不好吃 讨厌 那你产生称恨心了 这个不叫修行 好的感受 我知道 但是我不贪恋 我就是摇到它 烂了 吞进去 我吞进去做什么呢 那 因为我身上有千千万万的众生呢 他们也需要这些东西 知道吧 我们身上有千千万万的细胞 千千万万的细菌 他们也要吃营养 我吃这个东西去供养他们 他们帮我消化 帮我这样有营养 有力量 所以我布施给他们 管它什么好吃不好吃 我就是吞进去的时候 我的感受是贪爱 是苦受呢 我去称恨了 那对这个感觉 我都没有察觉 那会增长无名 你的感觉产生不知道 感觉变化不知道 感觉消失也不知道 那就是无名 无名 所以我们吃饭当中呢 你要养成一个很灵敏的 觉知的 对食物的放到口中 从咀嚼到烂了 有口水出来了 唾液出来了 吞进去了 吞到什么地方 你要察觉 如果你这么粗的 觉受 你都不能发觉 你都不能感受 我们内心里面那些烦恼 很维系很维系的 杂念 恶念 邪念 妄念 妄念 你要察觉更难 我说我们这个 一张纸放在前面 我看得清清楚楚 我拿到一百公尺外 这些字 我看得到吗 看不到 放在前面 你都看不清楚 拿到这么远 你怎么看得清楚 你这个已经有形 有像的这个感觉 你都不能察觉 你那个无形无相的细细的 很维系的妄念 杂念恶念 你更没办法察觉 所以我们要先从粗的感受 去察觉它 发现到所有的感受 都是无常 好的感受也是无常 坏的感受也是无常 不苦不乐的舌寿也是无常 但是我不管是苦受 热受 舌寿 我都能清清楚楚的 去了解 不起贪爱 承恨 然后清清楚楚的察觉 它是无常变化的 那么这就叫做修行 就叫做修行 那现在呢 为什么很多病呢 因为工作很忙 要快 吃饭也讲究快 吃饭也讲究快 那怎么办呢 煮粥 煮西饭 是不是 咕噜咕噜 都没有吞进去最快了 牛奶 咕噜咕噜 吞进去最好了 那水果有打成枝 什么都是打成枝 咕噜咕噜 吞进去了 都没有口水 没有口水 就会生病 因为我们的夜报呢 是有牙齿的 这个牙齿就是要让你咬 咬咬 你这么一咬的时候呢 这个脑部的那个脏的血液 会流下来 你就不会老人痴呆 我是说实话 我有没有老人痴呆 我一来看到黄虹堡 我马上叫出来了 二十年前见面 知道吗 就是靠这个 咬的功夫 咬的功夫 咬的好呢 它这个血液熏乱的好 就记忆会越来越好 所以我发现越老呢 记忆越好 就是靠这个咬的功 知道吗 所以你 中国人造的字 他赞成我讲的话 所以打噴嚏了 中国人造字怎么写呢 三点水 舌头的舌 怎么念 火 所以我一再强调了 知一直 法一直 墨一一直 我们每一个人 就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我们哪里有病 哪里有痛 哪里酸哪里麻 我们清清楚楚 不必照医生去照相 照二十光伤害你 那你如果你这样吃 你慢慢会发现 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病 可以慢慢的减轻 甚至最后没有病 那我这个是我生了一场大病以后呢 菩萨指示我要这样吃 结果这两年来就这样吃好了 那时候是六十九岁 对了 对了 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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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真的六十九岁那里 生了一场大病 手脚不能动 在床上啊 大好小好 那种痛苦很难讲 不能盘腿 不能弯腰 不能打坐 不能拜佛 什么都不能 整天躺在那边 就是大好小好 在床上 后来菩萨看我可怜了 告诉我说 你啊 得到无名病 不是业障病 因为我们都听医生讲 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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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水叫做祸水 知道吗 叫祸水 祸水呢 就造成你疾病 其实我是整天在喝水 我现在也在喝水 你们现在也在喝水 我们从哪里喝啊 鼻孔 知道吗 空气中那个水啊 是太阳照过的 那个空气中的水 不能我们拼命的吸水 所以我们整天当中 我们已经吸了很多的水 你又再喝水的话 就是得到水毒 种了水毒 千万不要随便动不动 就喝水 尤其是晚上起来喝水 最糟糕 那虚火上升 你又喝水 越喝越渴 越喝越渴 所以晚上不能喝水 睡觉起来也不能喝水 吃饭也不能喝汤 那么这样子的话 你的病慢慢就会减轻 胖着会瘦 瘦着会增胖 但是增到一个程度 他就不会太胖 这是我亲自经验的 所以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的感受不敏感 你身体上发出的感受 你都不能察觉 你要去察觉 你那个内心里面的 杂念 恶念 妄念 是很困难的 这个是讲到 我们生命的空间 才设明十岁 睡 睡觉也有学问的 你晚上九点半到十点 最好是脚去泡热水脚 泡一泡泡一泡以后 然后把它按摩按摩 这个脚底按摩以后 就一觉到天亮 也用不着起来上厕所 这么简单 然后要睡觉的时候 最好脚举起来 一分钟念大悲咒 睡着躺着直直的 两只脚抬起来 抬差不多这个 一个手的这么高度 手指的这么高度 脚这么稍微提高一下子 练这个腹肌 然后你就念大悲咒一遍 最好是念三遍 提出你不行的话 你念一遍 吸气憋气 吸气憋气 就这样不断的吸气憋气 这样念一遍的大悲咒 然后放下来 又血而我 就这么睡觉 一觉到天亮 不用起来 也不用吃药 所以佛陀说 自医子 法医子 墨医医子 我们的生理也是药子 我们就是医生 最好的药就是 你太太啊 帮你准备的这些菜饭 就是最好的药 记住 你如果爱你的太太 以后叫你太太 要不要煮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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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太太不要煮汤 她会很高兴的 煮到一大堆汤 你吃了生病 她也生病 她也麻烦 烫烫水水的 一大堆的盐巴 一大堆的味精 吃的不生病才怪 所以主张干食 干干的 dry food dry food 干食 这样子我们生命的 生存空间有了 还不行 我们有这个财色 名食碎 这个五欲 来支撑我们的生命 这样还不够 我们还要有这个生理四大 所以有这个色受想行事的色 是生理的 四大集组合的 色受想行事 现在我们讲到这个色了 色 一般人以为色就是男女色 事上不是 有空间 占有空间 占有体积 占有位置的任何东西 大小方圆 一切一切 形形色色的存在的一切 我们都叫做色 但是我们这里要讲的色 是指色身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色身 这个色身是什么呢 不像医学上所说的 有什么矿物质 有什么维他命 有什么东西 不是这样的 佛经里面没有这么简 没有这么复杂 色身就是这个四大 地水佛风 很坚硬的骨头 地大 骨头把我们撑起来 你看 这个脊椎骨撑起来 然后我们身体有70%的水分 水大 我们身上的体温36度 37度 这个火大 然后我们会呼吸 血液会流动 这个是什么 风大 呼吸停止 就死亡 那一死亡的时候 血体温降低 然后呢 层归层 土归层 就变一 火一把火一烧 就变一翁的灰热 所以我们身体是四大 四大调和就没有病 没有病 没有病 这个是色 有了色以后呢 就产生了这个感受 这是属于生理上的感受 神经组织的感受了 吃东西会感觉好吃不好吃 眼睛看到的东西好看不好看 高低美丑分别性就来了 这个是色 眼睛喜欢看这个风景 山河大地 树木 山林 一个人眼睛整天闭着 最后眼睛会瞎掉 知道吗 所以眼睛也要靠这个 外在的世界里刺激 青红 刺白 种种的颜色呢 来增加这个四神经的敏锐 耳朵呢 也要听外面的这个世界的声音 唱歌啦 诵经的声音 会刺激我们的耳神经 然后我们洗澡啦 按摩啦 那么这个是运动啦 这个生理 身体上的这个细胞会发达 这个是醋 然后这个比如说 鼻子 你常常闻这个味道呢 点香啊 你听到这个香 闻到香味呢 也会刺激你的鼻子 不过现在的香不好 现在香会伤害到我们的肺 知道吗 所以你们家里面 不要一天打完点那个香 点了二十四小时 有没有 像熏蚊子这样熏 不好 知道吗 不要把那个点香当熏蚊子 不好 现在香都有毒啊 不好 所以摄身相味处法 摄身相味处法 摄身相味处法 这个六根对六层呢 一接触以后 它就产生了感受 感受 感觉 情绪的 有些人 就是我们的众生呢 时时刻刻 透过这个六根门 眼儿毕着生意 对这个摄身相味处法 六根对六层一接触 马上就产生感受 感觉了 那这个感觉 有的时候我们用英文翻词 feeling 就是用情绪的 感觉的 感受的 有些人太重感情 生活在感情的世界 我常常说 一个人生活在感情世界的人 他的生命是悲剧 是悲剧 我喜欢你 你不喜欢我 我讨厌你 我不喜欢这个人 可是天空聚在一起 我喜欢的人 他结婚又不跟我结婚 最后是至上 所以以感情而生活的人 他的生命是悲剧 那一个人有崇高的生命理想的人 他是按照他的智慧去生活 按照他理想的生活的人 他的人生是喜剧 这样了解吧 你有这个崇高的生命理想在追求 你追求一个崇高的一种生命 那么你的生命是一种喜剧 所以我们不能沉眠在一种感受的世界 随着感觉走 这种人很痛苦 依赖性很重 知道吗 依赖性很重 所以现在你看那个电脑 整天这么摸 这么摸 叫做什么 叫Lying 有这个东西吧 有没有 赖过来赖过去的 他就是这样发明的 赖过来赖过去 你依赖我我依赖你 我传一个简讯给你 你传讯给我 哇 他觉得人生有意义 然后这样还不行 他叫你发疯 所以叫iPhone iPhone 4 iPhone 5 4还不够还用5 他的程度呢 他的程度呢 他Grade Fourth Grade还不行 5 Fifth Grade 更严重了 叫你爱了我发疯 所以世间东西发明 一定有他的原理的 那发明的人就找死给你看 Steven什么Jubert 是不是 他先死给你看 他发明的人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生活在感受的世界的人 很可怜 经过六根根六层一接受 产生了感受以后呢 就充满着想象 啊 你一想象 这个多好都美 沉眠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边 可是呢 又发现到 想象跟事实又不符合 又产生了矛盾心理 这是人类很不幸的 所以科学科学是 增长我们的欲望满足 然后产生很多的副作用 那我们信佛学佛的人 利用科技 利用科学来帮助我们修行 利用科技来帮我们修行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在河边洗衣服 现在你们会不会到河边去洗衣服啊 不用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义指神功 点下去 洗衣机帮你洗好 煮饭要不要捡木材来祈佛 不用 点下去 义指神功 点下去怎么办呢 打坐 修行 知道吗 多好 所以利用科技帮我们修行 查资料也不要到图书馆摸一摸就可以了 就这么摸一摸摸一摸 什么资料都有了 省下的时间可以打坐 可以修行 可以拜佛 可以研究 真好 千万不要沉迷在这个科技的世界里面 摸到半夜还不肯睡觉 那个什么电动玩具啊什么东西 是不是啊 这个就很糟糕受伤害 所以我们利用科技来帮助我们修行 节省时间 多一点时间来诵经拜佛打坐 那么人类的想象空间很大很大 你看 在美国有人啊 说要到火星 在两年内 三年内 你们先报名 一个人要几千万的美金 现在有一千多人报名 要夫妻一起去 去到火星就不再回来 有没有人报名啊 已经一千多人报名了 人类的好奇心 人类的想象 我能飞到火星 第一批的人类到火星 你看那个想象的多美 生活在想象的世界里面 虚无缥缈的 竟然这么吸引人 有这么多人想要去火星 他明明的告诉你 飞去那边就不再回来了 就是去那边死 他也高兴 这个众生的那个无名 多可怕 真的是太可怕了 现在有一千多人的报名 请你们不要报名 好不好 请你们学佛的人不要报名 我相信我们 赫尔明禅师的信徒 没有一个报名的 都很聪明很有智慧 那想象空间很可怕 我们打坐日定 定一下来 定下来 有些人想象自己见到上帝 见到生命的本体 所以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 民心见信 见信成佛 有一个马来西亚到南部来找我 师父啊 我去跟某某师父学 他叫我打坐 要见信成佛 民心见信 见信成佛 说我没有见到佛性 所以烦恼一大堆 我说这是人说 不是佛说 佛说五蕴皆空 哪里有一个什么自信 佛性 哪里有个我 去看到这个佛性 我见到佛性 我就民心见信 见信成佛 你先假定有一个佛性 这个是想象 这是想象 所以我常常讲 学佛训佛 方向方法 对了 一定会有效果 错了 没有效果 反而有反效果 你先假设我们有一个佛性 你先假设我们有一个佛性 这个佛性的光明是多么好 多么好 光明变造 世间 你先去假设这个佛性 那你整天想见到佛性 那有些人整天想见到上帝 一样 是一样的 所以佛法不是用意想的 不是去幻想的 不是你虚妄的理想 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佛陀说 想运也是无常 也是变化 你过去的想法跟现在想法不同 是不是 今天的想法跟明天的想法又不同 你的想法也不断在改变 它永远都在改变 所以受 想 行 经过你感受以后 你丰富的想象以后 你就会采取了行为意志 好的我要 不要的不好的送给别人 排斥它 打击它 这个是行为意志 这个行为意志 有的行为意志就是有爱真取舌 有爱真取舌以后呢 你怎么去了解这些呢 你认为就是有一个主观的我 了解到感觉 了解我能想象 了解我有行为意志 所以我们就认为说 那个能够感觉的 能想象的 有意志行为的 这一切一切呢 它的背后就是有一个生命的主体 叫做我 叫做我 我知道 我了解 我想象 我感觉 有一个我 请问 如果没有色身相畏处法 没有这个眼儿彼此生意 没有这个六根六成的接触 感受 想象 你怎么会有这个认知作用呢 来一个价值判断 这个好 我要 这个不好 我不要 如果都没有这些 你怎么会有这个 是的作用 你没有这些 你根本没有产生 是的认知作用 所以 是的认知作用 是种种的因缘和合当中 因为我们无量节来已经养成的习惯 我能认知的那个作用就是我 就是我的本性 就是我的本心 那么我们 这一步已经错了 这一步棋错了 这一步棋错了 全盘皆数 在佛经里面叫什么呢 叫二法 二法 知道吗 两个法 一个主观的我 一个是客观的世界 有一个主观的我 去认知我的感触 我的感受 我的想象 我的行为意志 我的价值判断 我主观意识 当我的主观意识 跟你的主观意识不同的时候 我就讨厌你 当你能够符合我的主观意识 你听我的主观意识的时候 我就喜欢你 麻烦就来了 麻烦就来了 当我们的行为意志 没有办法达到目的的时候 我们痛苦来了 当我们的这个六根 眼耳鼻舌生意六根 他不断地去接受 这个外在的信息 好的坏了 他不断地接受 没有东西让他接受的时候 他也烦恼 他也痛苦 这个六根 很麻烦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人 有时没事 来一个 传一个简讯给你 依赖你 赖一下给你 知道吧 他就是要你 回一个简讯给他 他才高兴 所以我很聪明 我不用电脑 我也不用手机 我也没有LINE 知道吧 有些信息的时候 师傅你手机都不开 我说我可以开麻烦 我就不开手机 手机要什么时候用呢 紧急的时候打电话用 不接受人家来打电话进来 利用科技 不要受科技的人 这样子的 那你在打坐 那PV call 一下想起来怎么办 所以我是不开手机的 所以我们就是整天 你想想看 眼而鼻舍生意六根 他一天到晚在收集 外面的information 好的坏的都在收集 在收集 收到好的 产生贪爱 收到不好的 产生称恨 我们不断地收集 那没有东西收集的时候 他会觉得无聊 知道吗 那无聊怎么办呢 科学家就发明很多东西 让你发疯 所以叫iPhone 就很悲哀 你会疯 所以叫iPhone 这样了解吗 所以科技是来满足人类的欲望 满足人类的欲望的欲求 然后我们身陷其中 不能拔这个拔除 这是人类的一个悲哀 未来这个世界 真的是很让我们在台湾有个笑话 一家人四个人在餐厅里坐下来准备吃饭等吃饭 你低下头一直摸一直摸的 他也低下头一直摸一直摸 父母亲子女都不讲话 都看个人的那个简讯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真的是以后未来的世界 实在是活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那么这个是让我们了解说 我此时此刻 我是在欲界 还是色界 还是无色界 我们一般讲欲界 才是迷福岁 欲界 那么打坐的时候 礼遇了 我进入色界 初禅 二禅 三禅 四禅 从四禅跳上去 无色界 空五边 四五边 无所有 飞翔飞翔天 从暗眼睛看起来 不是这种讲法 所谓欲界 欲界就是说 你沉迷在这个财色名识岁 欲望当中 你把人生的价值建立在 获得更多的财色名识岁 那么就是你沉迷在欲界 那么一沉迷在欲界的时候 叫做欲火焚心 欲火焚心 你那时候你的智慧 降到最低的程度 你的智慧降低了 叫欲火焚心 有些地方是写利 令 智 婚 这个利欲会让你的智慧降低 欲这个利 令 智 婚 所以你沉迷在欲界里面 你去没有智慧了 所以欲望的本身没有罪恶的 财色名识岁这个五欲 色神香味出来 这本身没有什么罪恶不罪恶 是我们的忘心太大了 这辈子用不到 吃不到 穿不到东西 我们想拥有 最好拥有全世界 这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我们时时去检点自己是在欲界还是色界 什么是色界呢 就是色身 你整天就想 哎呀 我要吃维他命 我要吃矿物质 我吃了我喝白白胖胖的 永远不老不病不死 你整天在色身上下功夫 我有一个弟子啊 讲起来也很好笑啊 七十几岁来听经的时候 唾滴滴的 不敢看我 我想结果他这个七十几岁的老 这老阿婆怎么听经的时候 老是眼睛滴滴的 不敢看我 有个信徒跟我讲 我说是他生病 他是博士的 他去割双眼皮 七十岁来割双眼皮 那还有个信徒呢 也不来见我了 我说某某人怎么不来见我啊 师父他在拉皮 去加拿大拉皮 刚刚回来 他怎么敢见你 七十岁的还在拉皮 还在割双眼皮 在色身上下功夫 了解吗 不用了 脱发白就让他白 你染黑的话呢 他还是长出白的 你就让他白 脱发白是好事 智慧开发 是不是 所以白发苍苍 是银条 好像银条多好 你看看 穿金带银了 你这不是带银了吗 对不对 穿金带银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自己现在是在欲界还是色界 那从色界以后呢 我们又进入到这个无色界 什么是无色界呢 受想行事 受想行事 无色界 我的感觉我的感情 你拿给我看看 拿不出来 是不是 我的想象 我怎么拿给你 我想象 我的头哪里怎么拿给你 没办法 所以受想行事 这个就是无色界 无色界 所以我们一般人把它解释成什么呢 打坐日令 你出禅了 你欲恶不善法进入出禅 然后来进入二禅 三禅 四禅 请问要进入出禅 二禅 三禅 这么容易吗 那我们不容易的话 我们就不要修了 是不是 所以我们回到现实人生 佛经里面讲到这个欲界 色界 无色界 是我们每一个人 时时都在感受的 你沉迷在哪一界 你沉迷在想象的 我有个信徒啊 很好笑 师父啊 我觉得诵经啊 很不好 麻烦啊 一诵经的时候 哇 一大堆念头 我干脆我不在诵 我说那你怎么办呢 你过日子啊 诶 很简单 我坐在那边啊 我就想象我是一个公主 很漂亮啊 哇 一道白马王子 然后我们结婚 一辈子过幸福快乐生活 生了多少孩子 白日末 生活在想象的世界 可怕不可怕 太可怕了 所以你时时去照顾自己的心理 你是生活在欲界 还是色界 还是无色界 有些人沉迷在感情的世界 听歌 看电影 看电视 哇 看到你流泪 人家吃米 你的话笑 生活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哇 哇 这个片子啊 有没有 这个电影啊 多好看 多好看 流了我多少眼泪 多么痛快 生活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丰富的感情 丰富的想象 其实电影很容易让我们清醒过来 哎呀 是一片戏而已 但是我们也了解 我们的六根 眼而彼此生意六根 不断的去接触 产生了感受 想象 行为意志 价值判断 这个就让我们这方子呢 对他所蒙骗啊 产生了二法 产生了二法 什么二法呢 主观的我 客观的世界 我们就随着我们的六根 五蕴 不断的去唱出悲欢礼合 苦恼 痛苦的 悲伤的 悲喜记 没生没世 没生没世 就被这个六根 五蕴 六根有的时候讲到六入 有的时候讲到六门 这个感官呐 言而彼此生意六根呢 那么这个六根跟六成 加上这个五蕴 然后我们就随着这个六根六成的感受 想象 价值判断 行为意志呢 不断的唱出人生的悲欢礼合 这个戏呢 这个戏呢 是永远没完没了的 没有终点 没有那个ending 知道吗 没有那个ending 没有 没生没世 没生没世 我们就是随着这个六根六成的接触 产生了感受 产生了想象 产生了行为意志 产生了价值判断 就不断地在重演这个历史 所以佛陀讲轮回轮回 这就是轮回 不断地轮回 那我们信佛学佛的人 你没有看出这个危险性 我们有一天 地狱恶鬼畜生 三恶道都等着我们 一不小心 你就堕入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门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千生万世来看 我们经过了地狱恶鬼畜生 乃至天堂 沙漠的我们都经验过了 学佛的人 我们要记住 你这个生死的大事还没有完解篇 还没有了解他之前 都有机会在地狱打滚 在恶鬼处打滚 第一天来到的时候 我看到对面那边在杀那个鸡 有些人这么抓起来 咔嚓丢进去 热水里面这么滚一滚 煮一煮 毛拔好了 再用在瓦石喷一喷 那个毛没有拔干净 因为我这个势力越老了 势力越好 很奇怪 我看得越清楚 那心里面难过 哇 那个鸡嘎嘎叫嘎嘎叫的 他要死的时候嘎嘎叫 刀子这个啪 丢进去 拔毛 然后出来 然后砍脚砍头 就这样子的 看到那一幕我不敢再看了 今天我就不敢看了 太难过了 那众生就为了口腹之欲 为了满足这个身体上的需求 拼命吃大鱼大肉的 结果是医院越开越多 越开越多 然后我们吃又不懂得怎么吃 乱吃一场的 那一口饭一口菜 一口饭一口菜 然后又大喝汤 好像没有吃汤就很痛苦 然后一大堆的毛病 结果就养医生 所以这也是轮回 这也是轮回 所以我们讲轮回 轮回就是不断的出现同样的情境 不断同样的这种戏剧重演 也是轮回 所以我们佛经里面讲到说 我们要用一点心思 法会古上来回答正念天子说 修行修行不是远在天边 也不是去想象 不用 很实际的 应以实法而为所言 做一观察 实法是什么呢 生 还有呢 生夜 雨 还有什么 雨夜 还有意 就心里的的 意夜 还有佛法身界 这十个就在 浸在眼前 浸在我们的五蕴身心当中 然后我们去做一观察 那什么叫修犯恨呢 什么叫修清净犯恨呢 是生是犯恨呢 是雨是犯恨呢 生与意呢 还是佛法身界呢 哪一个是犯恨呢 这有点残疾 有点残的味道 是不是 你说你要修行修行 请问你修什么清净行啊 那么下面就一一 我们来看看这个法慧菩萨的回答了 如果生是犯恨者 当之犯恨者是为非善 则为非法 则为混浊 则为错恶 则为不尽 则为可厌 则为为逆 则为杂染 则为实施 则为从聚 这是观生 试念处里面的深观念处 知道吧 深观念处 深观念处 就是讲这些 我们一个人最爱的是什么 我们一个人最爱的是什么 身体健康 是不是 那个皮肤白白嫩嫩的 有没有不像我们这个七十几岁老人有什么 我这些灰卡恋了 这些灰卡恋了 希望这个脸上不要有皱纹 然后这个身体健康 能跑能跳能唱 能穿衣服好看 这个身 让我们最执着 最执着的就是这个身 佛经理论怎么讲呢 这个身是宝器 因为有这个身 我们能够去读经 能够打坐 能够盘腿 能够做善事 能够走路 样样都行 有健康的身 多好 有这个身 可以去修行 可以做善事 可以去学习 所以身是一种宝器 但是佛经里面又讲 我们有这个身 身为苦本 一切苦的来源是因为我们有身 有身故苦 所以身为苦本 你有这个身 他会老 他会病 他会受伤 当你一病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痛苦很痛苦 所以有些人一生病 会自杀 久病会厌世 久病会厌世 我看到一篇报道 日本人开游览车 一个游览车 一步游览车 一步游览车 到东京 有一个那个庙 寺庙面前 他们不进去拜佛 坐游览车 去到那个寺庙面前做什么呢 跪在那边祈祷 祈祷什么 你们想想看 祈祷什么 祈祷 心理健康 长生不老 有没有 有没有 不是 祈祷早死 他们老了 而你不在身边 这个一老的时候 这个睡觉 这里痛那里痛 手脚不方便 走到哪里 人家很讨厌 这个老人身上发色度 味道不好 所以他们觉得 老人实在是很痛苦 就相约的坐游览车 到那个寺庙面前 跪下来 佛祖啊 早天带我们走吧 身为苦本 所以我们很羡慕 现在年轻人 知道吗 年轻轻的 能跑能跳的 真的是令我们很羡慕 所以身为苦本 这个地方怎么去写呢 说 当之犯恨则为非善 则为非法 这是讲我们啊 利用这个身体去做坏事 杀到隐望久 因为我们的妄念 促使我们啊 有错误的想法 去做出杀到隐望 非法的事情 这是第一个 做善也是他 做恶也是他 做恶也是他 如果你说身是犯横的话 这个身你看 他会做恶耶 会做坏事啊 会打人啊 会跟人家吵架 进一步再去观察 则为混浊 则为错愕 则为不尽 则为可厌 这是讲到我们的观生不尽 观生不尽 这种情形 有一次 那时候还年轻 还没有出家 有一个朋友是医生 那这个医生呢 刚刚有一天我去拜访他 他说 受赏受赏 他叫我曾先生 我输家姓曾 受赏受赏 你想不想看看 我们人的肚子里面有什么 我说我当然想啊 我好奇心啊 他说五分钟以后 我要帮人家破肚子 他有胃病 我说我能够进去看吗 可以 你去洗手 你去换衣服 穿那个白色的衣服 医生的衣服 然后戴 戴上这个帽子 然后挂口罩 你就冒充医生 当我的助手 我说OK 这个没有问题 好啊 洗洗手 换换衣服 然后消毒 然后戴上这个医生的帽子 口罩戴起来 像不像医生啊 很像 进去了 打针 麻醉剂一打针 那个人睡在那里不能动了 那个医生刀子拿起来 这个肚子上面消毒消毒 然后 啪 搁下去了 那个血就冒出来 那个甲子 就把它夹起来 那个血管夹起来 然后一层 破开 又一层 它是好几层的 那个富士就拿那个夹子 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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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层一破开来的时候 我看到那个胃了 很臭 很臭 那个人被一破开的时候 整个肚子里面那个臭味 一下冲过来 不得了 原来是这么臭 这么一个漂亮的人 怎么里面是这么臭 那时候还没读佛经呢 就感受到 偶尔有人的肉体里面 破开来一看 很可怕 很可怕 里面那个胃都烂掉了 那个胃溃疡已经 胃穿孔了 很可怕 很臭很臭的 然后它就把那个破洞捕一捕 然后又把它一层一层的浮上去 从头到尾我是这么看 那么还有一次我看到的是心脏 那心脏咚咚咚 心脏 那时候年轻很好奇 你朋友又是医生 外科医生 有机会他就请我进去看看 对 所以我那时候 有了这个基础呢 修不静观就很容易 是真上远就这样子 所以这个地方讲 浑浊 错恶 不静 可厌 这个是真正的去感受 真正亲眼看到的 然后 则为为逆 则为为逆是指什么呢 四大不调 四大不调 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睡到很口渴 那就是你的肝火很旺 尤其是两三点的时候 尤其是两三点的时候你睡不着觉 你睡不着觉 干火忘了 你四大不调 你就会很痛苦 腰痰酸背痛 口渴 头痛 脚不能走路 这一切一切都是什么样的 一切一切都是什么样的 四大为逆 四大不调 好了 则为杂染 我们吃太多太多有毒的东西进去了 所以种种的病就这么产生了 杂染 其中毒 有毒的东西 吃进去 吸进去 喝进去 所以癌症的癌 cancer怎么写 一点 一恒一个病 有没有 三个口 三个口代表什么 吃 吸 喝 吃有问题 吸有问题 喝有问题 堆积如山 下面写一个三 这样了解吧 堆积如山 所以就得到cancer 就生病 所以中国人造字是这样造字的 你吃的 喝的 吸的有问题 堆积如山在身上 在身体里面 那叫做杂染 很多毒 杂染了 那你的血液不通畅 你的细胞呢 不能有正确的营养 所以就怎么样 最后就这样子 呼吸停止 温度降低 温度降低 呼吸停止 那就变成死尸 那我们人的身里面 身里面有许许多多的 大虫小虫 细胞细就一大堆的 所以叫做虫菌 虫菌 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吃东西 我们要喂什么 喂这些虫 知道吗 身上很多的细胞 它都等待我们去喂它 你吃好吃不好吃 吞进去 哪里有什么好吃不好吃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我们身上呢 人一死以后 你看那个虫就开始吃了 吃我们的肉 最后就剩下一堆骨头 它吃不下了 虫也死了 最后就剩下一堆骨头 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释迦牟尼佛不是说来恐惧我们的 恐吓我们的 不是 它是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们 你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 我们就要善于保养它 利用它来帮我们做善事修善法 而不是说你讨厌它去自杀 不是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佛所说 这个身是保气 是保气 它可以帮我们修善法 修行转繁成圣 转繁成圣 好好的用它 善于去保养 好好的去善用 那么这个是我们讲到 这个思念处里面 有讲到这个深念处里面的 有讲到这个不敬观 就是谈这些 我们现在来回向 愿以持功德 愿以持功德 伏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皆共臣佛道 南无当来下身 明乐尊佛 南无阿弥陀佛